今天最旅宿要深入東京的兩大市場 品嘗豪華海鮮丼 大吃人氣小吃 不同的市場逛起來有不同的氣氛 和來到這裡必吃的料理 所以現在就趕快訂閱最旅宿 跟著我們一起吃遍各種市場在地美食 豐州市場 是由竹地廠內市場 遷移過來的新市場 只要大家搭東京地鐵到市場前站 然後只要一出這個驗票以後 就可以直接趕到這個 前往豐州市場的料理 然後就直接走過去 然後沿著二樓的走廊走過去就可以了 我現在在這邊 然後分成這三貢 主要我想吃的好像都在這一貢 就是隨餐廠豆這一貢 所以我們會優先先去這邊 然後其他的話如果有時間來過去看看 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這裡所有的店家 那當然的話就是因為是魚市場嘛 所以還是以海鮮為主 可是像這邊也有標註 其實它還是有其他熟食類啊 還有咖啡廳、鰻魚飯這些可以做選擇 那我們這次的話還是主要吃海鮮 還有這個古早味牛奶的咖啡廳 那就走吧 我想要吃有海膽 我想要吃有海膽 那我就點一個鮮魚 一個這個 但這主要就是吃鮪魚 讓它有鮪魚中腹這樣 好像不錯齁 對啊 可以吃一口 綿密的海膽 鮮甜的干貝 多汁的蟹餃 滿滿一碗五顏六色的海鮮種類 盛裝起來相當的豐富 接著下一位主角登場 海鮮盛裝到滿出來的丼飯 搭配圓潤的鮭魚卵 彈牙的鮪魚中腹 每一口都可以嘗到滿滿的海味 超甜超好吃 早餐吃到有點太熟食了吧 吃飽後 接著去下一站千里萱 這間可是市場內老字號的養食館 吃飽後 完全是我超喜歡的冰淇淋味道 它把甜度控制得非常好 因為我其實是不喜歡咖啡的人 可是它裡面的咖啡味 我覺得非常的恰到好處 然後牛奶的濃度也吃得到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樣是建議大家 大概早上八點到九點之間來會比較好 因為在晚的話有一些比較知名的店家 他其實食材就會賣得差不多了 也聽當地人說 人潮最多的時段可能會落在十點到十一點 所以如果你不想排隊 也不想人幾人的話 來的時間最好是八點到九點左右這樣 看一下 一起來 走 一起來 離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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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富丁站出來後 路程約10分鐘就可以抵達竹地場外市場 一到用餐時刻 市場外就聚集著許多人潮 那竹地場那一市場啊 現在雖然搬到豐州市場了 但是呢其實竹地場外市場 它還是保留在原地 而且裡面其實有很多小吃可以逛喔 我們帶大家去看看還有哪些小吃在裡面 雖然竹地場內市場 遷移到豐州市場 但依然不減竹地市場的人氣 場外市場主要以商店間 及料理小店為主 接著就和山邊一起逛逛 看看有什麼美味的小吃吧 這間的牌子多人 不知道啊 但這間好像就是竹地市場 最有名的玉子茶 喔~~好可愛喔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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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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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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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羊羹一樣很漂亮 嗯~~ 這什麼好吃的東西啊 它蛋好香喔 高湯我覺得它味道調得很好 吃下去除了蛋的香味有在嘴巴裡面散開以外 高湯就是完全是有一個提味的作用 然後整個口感又很鬆軟超好吃的 在日本竹地市場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更是日本海鮮料理文化的推手之一 各式新鮮的海味食材 不愧有被稱為東京廚房的美育 生蠔我敢吃 真的喔 那你自己吃自己拍咧 那不用拍啦 哈哈 好 那走了 我覺得整個土地場外市場還是非常的熱鬧 就是不只有在地人在這邊採買食材啊 然後其實 目前觀光客其實也回來蠻多的 然後都會有一些蠻在地的小吃 可以去品嘗去體驗 除了豐富的海鮮料理外 逛著逛著也可以看到各種有趣的小吃 甜點 看著各種口味的大福 還有琳瑯滿目的甜點 以及飽滿又紅潤的草莓 一定要買一個來品嘗看看 嗯 甜點我覺得可以 它這個大福就是麻糬的皮啊 超級Q 吃起來真的是那種軟糯香甜 然後加上草莓酸甜多汁的口感 整個超級搭了 然後這草莓又很大顆 那今天這樣逛下來啊 其實還是覺得 這樣子的傳統市場啊 比起我們剛剛去的豐州市場 它又更熱鬧 然後又更有在地的生活感 然後會覺得說其實 嗯 豐州市場它這樣把一些老店集合在那邊 雖然是變得更衛生了 可是感覺起來還是少了一點點 那麼傳統的感覺跟味道 那如果到這邊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就是 嗯 有很多的在地美食 然後還有很多在地人會在這邊 購買食材啊等等 所以你會覺得在這邊 好像更融入當地生活的感覺 雖然還是觀光客很多啦 可是呢 我個人的話 還是會更喜歡在類似這樣的傳統市場 然後在巷弄間尋找一些 可能還沒有被人家發現的美食 或者是在地人推薦的美食 感覺會是更棒的一個旅遊體驗 竹地舊市場保留著獨有的熱鬧氛圍 竹地新市場也有新穎完善的規劃 不變的是市場的餐廳老店和傳統美味 可以依你的旅行規劃和偏好做不同的選擇喔 除了東京的市場外 最旅宿接下來也會整理大阪的市場美食 分享給大家 記得按下訂閱 不要錯過最旅宿最新的旅遊情報 請按下訂閱